昨天的《马来人学中文》系列专题当中 《八点自日报》就访问了两名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马来学生 阎兴和简兰他们在中国毕业回国之后 就和另外的三名同学看准了马来社会学习中文的市场潜力 创办了Jone Mandarin中文进修班 专闻新有足同胞学习中文 那所有的教学课程呢都是由他们自己一手编排 一开始呢他们是参考中国的教学模式 之后再慢慢的跟着学生上课的情形做出调整 加入了更多的本地元素 那由于中文也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因此这群马来教师啊 更能够替学生找到学习上的症结 对症下药 解决他们学习中文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那短短三年Jone Mandarin的开班足迹 是遍布了霹雳吉隆坡 许来而槟城几打柔佛马六甲和灯家楼 疫情期间他们也把课程转到了线上 并且积极录制各种视频 上传到各大社交平台 请更多不同阶层的群体一起来学中文 哈喽大家好 晚上好 我们来看什么 线上中文班开课啦 简兰老师熟悉的和Zoom教室里的同学们打招呼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是Zoom Mandarin旗下几位马来教师 迅速转换跑道 将教学平台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兴了更多来自不同州属的 有足同胞一起学中文 Zoom Mandarin开的是今年三月 现在是因为疫情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在线上课 然后大概一个班是十个人 然后有一个老师就教 我们是自己去编我们的module 然后就教他们就是中文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要去中国学嘛 也不是所有的人有时间去进大学 或者去上这个中文课 所以我们就开一个班 让他们有兴趣的最先可以学 也有其他的种族朋友 当然大部分都是马来的 但是也有印度人也学 我们也在学习当中 我们也根据那边的老师教学生们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怎么学 我们就这么教 朝鲜十足的开场白 再搭配上音乐和简单易懂的教材 轻松轻松学中文 除了一般网上教学 Zoom Mandarin导师们还会录制有趣的短视频 通过经营社交平台打开知名度 期间他们尝试过各种不同的题词 让许多有族观众对学习中文产生兴趣 如果按照预纪平台打开知名度 有关习儿译中文rier 让译家代表响作接下落 它的音归 Price 同松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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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音号 橙松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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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hiss kus М Does说 如果您会录制中文 让 Denn Solo 最先试过 为什么也是 自中曼日开班以来 他们的学生大多是马来人和印度人 年龄介于18岁至50岁 有的学生学习中文是为了兴趣 有的则是为了工作 而他们的课程主要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阶段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上课模式 如果课的话 我们有三个level 一个是beginner 一个是intermediate 还有一个是advance 然后就比如说beginner的话 那可能是四个月的课 那在这个四个月的课 我们就教他们基本的 就比如说怎么去买东西啊 怎么自我介绍 怎么看日期到了intermediate的话 那可能是要较高一点 就比如说你要去找工作 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要怎么说这样子 在advance的话就真正没有拼音了 就开始学像HSK3的内容 作为Joe Mandarin的创办人之一 颜希和简兰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所学所知 传授给更多马来西亚的有子同胞 让他们知道学习中文并不是一件难事 我回来大概2018那年的时候 因为在中国我看到我们中国的老师 他们都特别用心地教我们 所以我就想我回来以后 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学生知道 其实学这个语言是没有那么的苦闷 没有那么的无聊 我就用老师们他们怎么教我们去教我的学生 我要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汉女没有那么难 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开创了Joe Mandarin 要让更多有族同胞知道 学习中文是特别有意思的事 那这是两位Joe Mandarin创办人 开办中文进修班的初衷 也是他们坚持的教学理念 严锡和简兰老师在接受八点子热报的访问时就表示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他们这个平台发扬光大 因为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方式 也是开启更多人生际遇的钥匙 或许有不少人认为 有族同胞他们学中文 免不了有些功利主义的趋势 但是从他们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来看 他不仅仅为他们在职场上带来了优势 更重要的是 学习中文也让他们吸取了中华文化和价值观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启发 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非华人可以学习中文 加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上的交流